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今天跟大家讲讲李渔门天后庙 李渔门天后庙据说是由清朝建农年间的海独 郑连昌所建立而成的 庙里甚至立有石碑去记录这件事 因此李渔门天后庙历史非常之悠久 天后显灵的传说其实各传都有 在香港这个地方就少有传闻 但是去到1953年李渔门天后庙就发生了一件天后显灵的事件 传说1952年的某一晚天后娘娘显灵一梦 指示天后庙的庙祝刘先生要求村民受据天后庙 否则就会带来倒塌 庙祝梦醒之后 于是就去找乡长罗先生去商量这件事了 但是当时的乡长认为 这个只是苗足所说并不可信 除非见到天后娘娘显灵的证明 否则都不会做的 过了几天天后娘娘再次显灵 称为在农历4月初五的午时现身 1953年4月初五虽然整个早上都暴雨连绵 行雷闪电 但是都无外大批善讯和村民聚集 希望可以见到天后娘娘现身 去到中午竟然天气大变 突然之间转情 之后天后公上空 云霞凝聚 看上去有点像天后的形状 于是乡长就相信 苗足部门的说法了 正当乡长想摄影师 拍下这个神迹的时候 天后突然之间附身在苗足身上 并且指定某一个《日报》 《萧胜》的记者来做拍照 刚好《萧胜》记者 正正在茶果娘的住所里面 立即奉命去到天后宫 帮天后娘娘留下善影 及后乡长立即捐出了300个大元 作为收纸天后的费用 所以常常人都说 神明的事不可尽讯 但是其实你亦都不可不信